大家早安 休想时间 国际消息先看到 大陆的侦查气球进到美国领空 导致双方的关系是再降到了冰点 不过就在事件冲突美中之际 华盛顿邮报14号引述多名官员的报道 根据气球的飞行途径判断 这个气球它原本似乎是要前往关岛 不过在飞行途中却意外转而向北 因此延绍将近两周的事件细节 似乎是一场误会 那么报道指出 其实这个气球在1月底 由中国的南海基地升空的时候 美军就已经追踪到了气球 似乎是要飞往关岛 不过在飘过加拿大上空时 遇到了强风 所以它才被往南推进了美国本土 而美军在南卡极落气球时 其实早就已经追踪它长达一个礼拜 那么尽管不确定路线 究竟是中方的蓄意安排 还是意外的漂流呢 但是专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气球确实是具有搜集勤资的功能 极可能是为了了解美国在太平洋的部署 因为其实解放军在过去呢 就发送过气球到关岛 到夏威夷的上空 以侦查美军的基地 但是这个气球呢 连续多天在美国的本土漂流 这个上空漂流 确实是相当的罕见 那么这也让北京当局是搓手不及 第一时间就表达了遗憾 不过美军随后就解落气球 才进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不满 相互指控 那么美国商务部呢 甚至在时机点上还表示了 将六家的大陆企业要列入黑名单 指控呢 这些公司是支援有关解放军的计划 包括了气球还有相关的零件 对此大陆外交部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做出了反击还有反制的预告 发言人汪文斌他表示呢 要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将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侮辱美国领空 是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 然而美方滥用武力 过度反应升级事态 并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 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权益 面对沸沸扬扬的气球事件 根据路透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团队现在正在考虑 要在不久之后要针对一连串的高空不明物体 来发表演说 因为这个事情呢 现在实在让美国的大众感到相当的困惑 而其实在F22它几落侦查气球之后 引发的争议也是包括了 当时气球飞行的高度是将近20公里 那么是否是属于美国的主权范围 国际校现在呢 其实也尚无定论的 因为根据国际航空联盟的定义呢 地球上的空域大致是分为三个部分 100公里以上属于外太空 任何国家都不得宣示主权 20公里以下 大多是民航机的飞行高度 接受了各国的航管单位的控制 因此一般被认为是领空 不过呢 它也是缺乏国际的条约 明文的规范 那么至于2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的空层 就被称为是近太空 那么这也是大气层中 大部分的平流层 全部中间层 还有部分的增温层 而近期的侦查气球 就是属于在这个区域 因此现在的争议点也就是 如果一个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是否真的有权利挤落在上方 任何高度的飞行物体 那么在气球争议上呢 美中高层现在是一来一往 国务卿布林肯甚至为此延后 原先的访华计划 不过副国务卿选迈他15号 接受了华游邀请时 他也谈到了 事件的初期 他和国务卿布林肯 其实呢 在第一时间就和中方的官员接触 不断地想要了解双方的想法 那么尽管布林肯他延后行程 但是美方还是会刺激 一步步地推动双边的关系 不过针对台海问题 选漫他也拿气球事件为例 他指控北京政府破坏美国主权 一个问题 一部分人的世界里不理解 中国人法在美国人身上 50%的全账宾 在一个很大的一切 都选择到台台湾 如果不一定有关于台湾 一条程度是一切 保护其是一切 大概是一切 只保护其一切 都要满达 Entire 在一切中的世界上 一切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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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 一切的 恐慌 恐慌 的 反应 在书 是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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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全国人 要告诉 这会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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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国家 这不是很好的 雪斑表示 大陆不负责任的行为 包含在东海 南海的挑衅行动 打击了香港 新疆等 而在台湾议题上 台海的议题上 则是踩了 经济的手段洗破 美方将会持续的 确保台海的稳定 因为美国依旧是 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两岸是片面的 改变现状 那么现在改变的 不是美国 北京越发高涨的胁迫 因此是希望北京 不要以国会议员访台 为对台湾 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那么美方官员呢 是在两国紧张关系之际 大谈敏感的台湾问题 不过也就在双方 因为气球事件 一来一往的同时 福特汽车是宣布 要在密西根州 投资35亿美元的 新建电池厂 而且运用的是大陆企业 宁德时代的技术 来生产 生产车呢 用的电池来投入 发展电动车 因为拜登政府 全力推动将美国制造 留在美国 也因这项投资案 还有享有降通膨 法案的优惠 福德还有宁德时代 这个合作案呢 现在被大陆媒体 形容是大陆企业 曲线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汽车公司福特 宣布在密西根州建设 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厂 并将与大陆企业 宁德时代合作 结合宁德时代的技术 及服务生产电池 加速福特在电动车 产业的精度 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设新厂 不过福特仍然长有 该厂全部股份 这项合作除了让福特 能够获得宁德在汽车 电池业的先进技术 强强联手的模式 也让宁德时代 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 避免大规模投资 及重大风险 除此之外 还能够配合前阵子 拜登政府通过的降通膨法案 法案规定美国政府 会向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 提供税收抵免 但从2024年开始 如果电池中的材料 是由外国企业提取 加工或回收 则会取消税收抵免资格 而这个新电池工厂 因为不需要宁德时代的 直接投资 就可以充分利用到 降通膨法案的税收优惠 并得以跟电动车龙头 特斯拉竞争 这项合作案标志着福特 未来将会聚焦在电动车的发展 也因为业务调整 福特也宣布 要在欧洲地区裁员3800人 由于俄乌战争影响 推高能源价格 电动车成为新趋势 也因此福特声明裁员是组织调整 而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福特汽车 与大陆宁德时代的合作 也被大陆媒体形容是曲线 进入美国市场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